蔡英文既是新北市長候選人身份 也是民進黨主席 稍早前她就以民進黨主席這個身份 發表了三個重點談話 我們來看看稍早的談話 第一 對於任何形式的暴力 是民主社會的死路 我們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並且要求警方以最快的速度 盡快破案 我們並對身 我們並對身顧者及家屬 表達最大的哀悼之意 也希望任聖文先生能找到康復 第二 投票日前夕 在新北市發生這起地方幫派 引起的嚴重治安事件 我們感到極度的震驚 逐漸治安敗壞的狀況令人憂心 國民黨身為執政黨 應對此負起最大的責任 我們強力要求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相關部門 必須妥善處理 將此事對社會的傷害降到最低 第三 我們強烈呼籲各界保持冷靜 靜待警方的調查 在真相未明前 不要妄下斷雨 更不要借機做任何選舉的操作與煽動 蔡英文談話才1分07秒 不過他也不讓記者提問 後續效應值得關注 書案